一山傍海 乌苑林立 香港与深圳在此一街相连 一一带水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禁区 为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 6月3号 香港特区政府首阶段开放沙头角禁区 游客可游览沙头角码头及附近土特产时期 并经码头 乘船到外岛出游 沙头角位于香港新界北区和广东省深圳市连田区边界 1898年 英国向清政府租借新界 为期99年 双方其后勘定新界北部陆地边界 以深圳河及沙头角河为界 沙头角自此一分为二 被分为华界与英界 以中英界连接 上时及80年代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 曾千上万的内地民众通过这里认识和了解香港 如今 这条街道成为沙头角的地标之一 由香港特区和深圳市共同管理 沿海滨一路向前 就可抵达沙头角最东边的角落 亦是这里的最新地标 一个旧石街道牌上 印有沙头角之角的字样 牌下立着一块模拟中英界界时打造的石碑 碑上日出沙头 越旋海角的题词 解灭了沙头角这一名称的由来 那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碑呢 其实我们中英界里面有这些这样的解释的 其实我们沙头角当初 其实这个我相信是国内那边 那时候有些清朝的官员帮我们安的 他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很漂亮哦 然后刚刚又日出 看到很美景 然后整个日出沙头 越远海角 站立在这一方角落 可以远眺沙头角码头的 沿岸风光及一望无际的香港水域 一道由蓝色交筒穿连而成的芙兰 横更在海天之间 转身回望 又可静关深圳社区 临次致比的住宅区景观 是名副其实的一语两地三景志 我们为何要介绍这个地方就是 让这些游客能够看到 我们其实中港两地很近的 只是一条河之隔而已 如果通了关之后 我们这个沙头角的达蓝湾旅游 如果打通了之后 其实两个地方都可以参加 可以去到的 又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地方 又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景点 将来就是说 愿景就是说 我们能够将这个禁区开放了 那么就跟两地 内地的一个旅游业是联系到 那么大家将来是一个 相赢的局面 就是香港有大陆好处 国内有可以 我们的同胞也可以拿来旅游 那么是一个相得益障的地方 作为北部都会区唯一的出海口 沙头角是探索不少 营兽外岛的独家出发地 从沙头角码头乘船驶出 航程中可见到 停泊满大型货船的深圳延田港 与延田港溢水之隔的是 陈基岩封化而成的鸭州 因形状酷似鸭子而得名 也是游客的打卡胜利 约半小时航程 就可抵达香港新界北区 余处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 荔枝窝 村中建有写天宫 赫山寺及风水围墙等古建筑 昔日这里的村民以雾农为主 此后村民外流 村落荒废 2013年 这里开展的农业复庚 和乡村社区营造计划 让这个传统的农家村落得以重现生机 经过其实几年的这里的社区农夫 我们叫做 因为我们其实通过復坚之后 开了一些地出来 是有一些很有心的人 他们其实进来帮忙耕田做事 通过农坚去恢复周围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湿田 你看到种稻米 可以多生物多样性提高 同时间人也可以在这里 和我们提供食物 对于一些游客来说 现在市场禁区开放 或者假期有街道进来 以前觉得要离开放弃的乡村 现在很多人觉得很有价值 去重新新的身份认同 如今 村落中的大多破败不堪的原住民屋社 经修复后作为旅店客房展露新貌 也让前来参观的游客 能亲身感受数百年前的文化风貌 我们有些什么特色元素 大家看到这些 在左边这个造头 他们以往村民吃的大锅饭 那锅饭 就是要来煮饭 蒸菜 炒菜 甚至他说如果做干净 他可以来做干衣机 这些大家看到两间屋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叫做 旧的建筑技艺工厂 我们就在这里教人做泥砖 做一些小小的复修 希望他们欣赏或者明白以往古建筑的做法 其实大家看到这道墙身上面 是否好像有点洞洞 那样 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以前这道其实是有一个木的角在 不过呢 我们最后呢 这间屋呢我们设计呢 就希望 保持回它旧的风貌 但是呢 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的表述方法 随着禁区沙头角逐渐开放 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也立下发展里程碑 面积达300平方公里的都会区 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 及更纵深的腹地 城市与香蕉结合 发展与保育并存的独特都会景观 不仅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旅游资源 也将在未来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